可以看到里面那边有个小房子 说的话我现在有点不太敢进去了 我们进他的这个 儿童乐园看一下 走 怎么了 这玩具吓到了 这只是一个狮子的玩具而已 走我们去这里面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滑梯在上面 这边为什么掉了一把椅子 你看我觉得这个椅子的话很明显是其他人掉在这里的 让它显得很诡异的样子 其实也没什么 这里真的好矮啊 你别说这个东西还真挺方便的 我觉得这个不光适合我们 我觉得它也非常适合一些女生去走夜路啊 可以随身携带 因为这个很小巧很方便 另外你比如说你出去夜晚的时候需要照亮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打开 它可以吸附到任何一块有铁的地方 当一个照亮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还有个行李箱 哪有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是被打开过的 里面我也不知道之前放过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上面很软 这个板子有点不滚哈 来你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个小廊桥 这边有个小廊桥 但是这边的话有一个沙带 然后在挡住我去的道路 走过这个廊桥看一下吧 好像断了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稳的 有一点晃悠 有一点晃悠 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有游泳 这边也是被一个沙带挡住哈 你过来啊 大男人的 一步就过来了 这边是断掉了 我这样 我现在从这个滑梯上面滑下去 这个上面很多灰犬 所以我还是坐着滑吧 蹲着滑 没事的 很稳的这个滑梯 我现在从这边去跨过来 哎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吊床 哇 大家看到这个蹦床的话 其实 还是很有弹力所在的 挺好玩的哈 挺有意思的 找到童年的感觉让我 我们现在 重新上到的这个位置 来这边的断层看一下 可以从这里看到整个幼儿园的一个全貌哈 相当的阴森 来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哎呦 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小娃娃 小恐龙吧这应该是 然后在这边的话有一个洞 但是这个洞有点太小了 我觉得我好像钻不过去 我们现在下去吧 就是刚刚下到你的小狮子吗 我看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感觉 出来了 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杂草 感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 很好的东西 这个墙上你看到没有 这个墙上写着两个字 救我两个字 这栋建筑后面是不是还有一栋建筑啊 对好像得从门口另外一边才能进去 救我 然后这个门被封住了 然后我们现在试图 我看到能不能进到这个建筑里面去 看来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更加神秘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全部都是这样的杂草 等一下 为什么这边会起雾啊 这边雾真的好大呀 可以看到里面那边有个小房子 那边不要过去了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里面是什么 说的话我现在有点不太敢进去了 应该也是门房之类的吧 因为这边很多杂草 诶 看这个 这边有一个洞口诶 这边有一个洞口看一下 上面写的是沙盘游戏取角 我们进去看一下 注意安全 嗯